大家好,我是阿档,欢迎来到X玄境 看图,请注意这不是一张房屋基建图 这是印度东部比海尔邦学校的一张照片 显示的是该周第十次标准公共考试 而攀登者是墙内考生的父母或者朋友 在帮助他们作弊 是的,作弊 2015年比海尔邦作弊现场 事发前后共计300多人被捕 700多名学生被开除 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和作弊相关的那些事 本期视频是由万能购物用淘宝大额券 实时热卖清单赞助支持 打开手机淘宝 扫描屏幕二维码 凝取隐藏优惠券 超大密度折扣 买到就是赚到 电动牙刷快递价 快截图分享好友吧 注意 隐藏大额优惠券 长期有效 实时更新 印度的教育主要采用5加5加2模式 集中小学5年 中学5年 后面的两年是大学预科 印度学生想要进入大学 必须参加预科考试 预科考试俗称中国高考 而作弊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10年级中考 12年级高考 两次考试 2016年 12年级17万学生参加化学考试 在10天之内 因为两次的卸题 导致成千上万的学生 不得不参加三次考试 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迫使政府进行调查 出复印尿的是 医学教育部长的秘书 等内部人员卷入其中 而他们也一直在 为自己的子女解决考试问题 陷入的试题 在What's Up上的售价 禽售1000卢布 同年 在两名专员学生 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 甚至连最基本的问题 都不甚了解 其中一位12次标准考试 获得科学成绩最高的史瑞莎 他却不知道谁就是HIO 在人文学科中 成绩最高的Luby 声称政治学 是一门跟烹饪有关的研究 他们这种比不实之网 更低级的错误 在官方复查中 无法回答任何一项 关于考试的内容 2017年 在一场艺术学科考试中 名列榜首的学生 竟然是一名42岁的男子 在引起怀疑之后 官方调查结果 使该男子对于艺术 几乎一无所知 2018年 印度十年级速学考试 和十二年级经济学考试 遭受到泄体 在WhatsApp上传播 为了弥补损失 印度政府在调查之一 还取消了相关考试的成绩 这也意味着 280万印度考生 需要重新参加考试 印度作弊严重的原因 和教育资源不均 社会结构都有直接观念 为了就业 跨越阶层每个考生都瞄准 所谓的最有前途 国内最热门 但却不一定适合自己的 工程学和医疗学 相关的数据统计 如果说考生成功进入 以上理工学院 并且被G3G或电子工程专业 录取 毕业以后 是普通学校毕业生 工资的20倍 并且跨越阶级 超过种性制度 都不是问题 可是在300所高校中 理工学院招生比例 却少得可念 勤勤只有2% 而他招说的 不勤勤是有实力的考生 还是有权 有势的学生 据媒体披露 印度理工学院 新德里分校的一位副教授 曾经在采访中谈到 在理工学院 几乎没有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因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根本交不起补习费 所以在招生之时 他们首先被排除 在如此低的高校 总承载人数的情况下 对应的还有一直以来 印度教育的薄弱问题 印度公立教育支出低 公立教育师字匮乏 教师经常缺席 教科书质量差 在乡村 学校有时没有电 或者没有正确的教科书 缺乏厕所自来水 特别是对于女生生理系而言 简直是无法面对 在学不好名额少的情况下 就只能笔着作弊了 因此造就了作弊发展 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繁荣产业 从普通家庭作弊 到学校 周范围内的大批量作弊 成为一种常态 而且对于他们而言 这不是作弊 这只是一条出路 对于如此作弊现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态度 有意外的 有唏嘘的 可能还会有一种奇怪的优越感 这些我们都不愿意去讨论 我在想 什么是作弊 受教育与社会分配 有什么关联 为什么要进行国民教育 公立教育撤退 与私立教育崛起 有什么关系 国民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高准教育到底对应什么人群 什么样的教育措施 才是最好的 我想弄清楚这些事情 但是随着追寻这些问题 看到的层面 信心量 我意识到 这是一个太大的选题 我根本无法完成 所以最后 说三个不同的势力吧 美国俄亥俄州 阿克伦市 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美国小城 如果有什么特别的 那就是NBA巨星 扎姆斯的故乡 扎姆斯在回忆故乡时 总会提到 无处不在的枪支 毒品 暴凝事件 而像他这样凭借着 体育天赋逃逆的人 却极少 大部分的孩子 都只能接受 贫民窟糟糕的功利教育 2006年8月 生活在这里的 单身黑人母亲波拉 在给女儿申请学校的时候 将地址登记在 孩子外公所居住的 中产社区 女儿因此得以进入 白人为主的当地名校 而学校的经费 都是由当地社区纳税提供 学区雇用了一名 私人调查人员 拍下了波拉 从贫民窟 接送女儿的照片 认定波拉 提交学校的地址造假 社区内的居民愤怒地认为 波拉就是一名小偷 要求他 赔偿3万美元的学费 否则将遭到起诉 2011年1月 学校以教育盗阙的名义 起诉了波拉 他被判处 有期徒刑5年 并被勒令 向学校支付3万美元 波拉的事件 引起了美国多方讨论 9月13日 波拉迎来了法官的改判 在被判入狱14天之后 获得释放 波拉面名一年的监督释放 赔偿3万美金 并被秘密从事 25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孩子的外公被指控 伪造嫉妒的罪名 房子也被收押 最终并死在监狱的医院里 家破人亡的波拉 既悲伤又愤怒 凭什么自己的孩子 就不能跟中产白人一样 到更好的学校读书 这是印度一家私立培训学校 班塞尔 它坐落在印度 乃加斯坦州 柯塔市 学校校园面积庞大 有1万名学生 和最先进的LCD投影仪 比印度大多数的学校 规模都更大 更精巧 该机构现已成为 柯塔市的标志性建筑 柯塔市有大大小小 100家培训机构 2017年 印度工程学院考试 前100名中 柯塔市的学生 占了48个 每一天 柯塔学生需要在几乎真空的环境下 学习14到16个小时 每三周进行一次测试 成绩排名都会公开 有人说它是印度的茅滩厂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在柯塔 学习两年的课程费用 是3000到4000美金 除此之外 学生还必须支付自己正规学校的学费 并且每年至少花费2000的住宿费 对于一个人均生产总值刚刚越过2000的国家而言 这不是一般阶层都可以承受的 据一名20岁的速学老师说 一个孩子就是1000奴布 他本可以加入软件公司或跨国公司 但选择去柯塔教书 是因为许多老师的薪水 都可以高达6000美金 班塞尔培训机构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家 知名的教育产业 2019年3月 美国爆出史上最大规模的 大学招生无比案 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 行贿金额高达2500万美金 主要通过申请顾问 向监考人员进行行会 帮助学生获得考试的高分 伪造运动生涯 把学生包装成体育特长生等运作方式 将这些富家子弟送进斯坦福 耶努这样的长青藤名校 其中的家长非富即贵 好莱坞知名女演员霍夫曼 被检控官指控 利用基德环球基金会 捐赠1500万美元 表面上是一场慈善捐赠 实际上适用于霍夫曼女儿SAT分数的提高 目前联邦调查局仍在进行调查 并以1999年电影为该行动的绰号 大学南调行动 本案是至目前美国司法部起诉的规模最大的案子 集中步伐还有中国家庭的身影 650万美金的数额摘取了该项目的第一 哈佛公布了一份新生调查 29.3%的学生至少有一名父母曾是哈佛的学生 而46%的学生家庭年收入超过50万美金 美国顶级的教育资源 世袭的一面展露无意义 顶级名校的教育资源 被利益集团面化成明码标交的商品 如果父母本身就是腾校毕业的精英 还可以明目张胆的直接捐赠入校 想要捐钱可不是谁都有资格 军一篇关于斯坦福大学独家入学途径的文章描述 斯坦福招生人员每年会先确定入学学生的名单 与这些富人进行对接 捐赠的门槛优惠价格为50万美元起步 普通人即使愿意花钱 也不一定能够找到真正的门路 我在百度检索作弊关键词 关于作弊的信心量着实不多 直接大面积作弊的新闻也都是很多年前的旧闻 可能一方面受网络管制 一方面因为义法重判和科技防范的并行 这是令人欣慰的结果 但是在教育减负之下 铺天盖地的少培教育机构 扑管 私立学校 贵族学校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不是大家的道德水者突然变高了 也不是大家的认知水平突然变高了 而是可能在掐死直接作弊的路上 所有人进入了新的缓冲地带 不然怎么会有托福作弊的关键词 信心量之大 甚至成为某些机构获客的竞价关键词 百度百科和微极百科是这样解释作弊的 百度百科没有直接描述什么是作弊 而是描述考试作弊是一件消极的抵抗 具有普遍性和投机性 另外还带上了重大原则 道德问题的高贸 文基百科说作弊是一种欺骗或欺诈的行为 使作弊者不公平地获得了优势 以达到利己的目的 如果按照如此宏观的描述来形容作弊是什么 那么 早高峰 一辆公交车到站 有首发优势的人已经坐得差不多 车停下 本带的人开始串动 但明面上还要维持着有持续的排队上车 一轮暗地迷的抢坐开始 坐在座位上的人一副看不起的样子 心里在想着何必如此 车辆启动 下一站 面对已是满座的公交车 动作幅度更大了 早一点上车 找到一个通风好 上座率高的位置 很重要 几乎满载的车启动 下一站 大家开始追赶 被拥挤着上车的过程中 还喊着 师傅 等一等 还有人没上来 等他们上完车 他们告诉师傅 挤不下了 师傅 别再停 有人会说没有这个必要吧 对 有座位的人 都是这样想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本来即将到来每年重要的高考倒数月 因为疫情推迟 希望每个考生都可以把握好时间 准备充塞 高考获得自己满意的成绩 当然 还有那些一二线城市的初中生们 祝你们考取新领的高中 相对于高考 中考的竞争力 和选择对你们更重要 我是阿达 感谢观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击关注 X选境 转发点赞三连 我将制作更多深度有趣的内容 好了 本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本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本来即将到来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高考 高考即将到来 因为疫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高考获得自己满意的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本来即将到来的 每年重要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本来即将到来 每年最重要的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本来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本来就是今天的节目